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2024不参选总统 今天上午发表了新书 当年的官员还有不少前省议员都来捧场 宋楚瑜强调要展望未来 也因此宣布 亲民党这回要来提名不分区席次 至于2024先不表态要支持谁 也请台面上的参选人 先把他的书给看完 那个老师傅又回来了 要让人民做主 宣布回归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依旧打上亲民党招牌 居黄色领带 2024不加入总统这局混战 先发表新书 龙安国小学生手册 每一本都在这里 座上宾包含省政府 实习的老朋友李鸿源 严清彪张伯雅等等都来捧场 不过宋省长强调不是要议当年 而是创新局 不是在怀旧 是望远在明年选出一个 为人民做事的好的团队 呼吁台湾未来要有好的执政团队 而被视为泛兰议员的亲民党 怎么看近期蓝白河 毕竟当初国清河让宋贝贝怨言不少 我要向你们抱歉 因为我的关系 你们后来都没有被重用过 所以国民党 我们不是只有关心 哪个政党跟哪个战党在里结合 我们希望大家放下成见 因为都找了不同的人在找我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公开的表态 我要支持谁 四个参选人支持谁 宋楚瑜没表态 但这回不选总统 他把希望寄托在国会 重新回到国会 认同宋楚瑜刚刚讲的 我们要推动两岸和平倡议 到亲民党的党部去报名 来做我们的部分区 四年一度总统立委选举 老师傅宋省长带着他的治国理念 坚持不缺席 杰夫人李明红 SN小宿台北通报道